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3号星期六 我们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这个部门也是我第一次在菲律宾接触 那个部门菲律宾的检疫局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样 大家都知道近期菲律宾中非关系一直不好 很多人就很紧张这个事情 确实来菲律宾的中国人也少了 在很多菲律宾的人 中国人挣的也都是中国人的钱 那现在中国人少 很多人掉头就得走 对吧 所以有去平溢区 泰国的 去马来西亚的 然后也有去印尼的 反正这周边去哪都有 越南去也比较多 但是有一哥们家地板装弹簧了 一蹦 使劲就是由飞入飞了 哪个飞入哪个飞呢 就是从菲律宾的飞 去到非洲的飞了 别说 它这个中国字挺有意思的 怎么讲呢 你看菲律宾摆草 摆草糙 你看它这个海也好 这个扇也好 满眼绿色 你说去非洲吧 反正在我的印象里 咱再看这个各种的记录片里也好 那非洲还是挺荒凉的 挺平级的 就把这草给它摘了 由飞入飞 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 就是说去非洲 去加纳也好 它要去的好像叫加纳吧 这个地方也好 发展 它也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边 优秀的匹配机之下吧 就是非洲那边的各项传染病还比较多 所以要去呢 它好像办签证的时候 还得打一个什么黄热病的疫苗 还得打一个黄热病的疫苗 那后来一查呢 这个疫苗呢 只能是在菲律宾的检疫局打 然后呢 它会出一个那个就是黄卡吧 就是黄本 小黄本 疫苗本 上面会注视给你打过这个 但是也是从来没打过嘛 第一次 所以呢 朋友周四的时候 你就叫上我一块去 问问能不能打 我们俩呢 就去了 想以后呢 结果呢 人家说了 说这个打是没问题 但是呢 一定要先预约 结果呢 这还得 其实挺麻烦的 到它那个防疫局 在网站上就去注册用户 注册完了 预约一看 哎 这个预约的就是 本周五这个时间呢 还预约不了了 满了 再有呢 就是得下周五了 我朋友有点作压花子 这个 这菲律宾人现在抢号抢上头了是吗 对吧 这打个疫苗也要抢号 以前 这旅游签现在也在抢号 大脑都得拿号 这上瘾了吧 这菲律宾成有信还挺强的 再抢号了 哎 反正就挺作压花子的 为什么呢 他本来的想 这周我就打完了 这周我把事儿落定了 下周呢 直接去马尼拉 处理马尼拉的事儿去了 结果这一下呢 又得耽误一礼拜 好在呢 人家这个防疫局的人嘛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一看俩外国人啊 虽然那个中非关系紧张吧 但人对中国人没什么太大的歧视啊 说哎呀 那这样你们很着急是吧 对吧 没关系 谁打啊 他打是吧 行 那那个我们后台给你再重新安排一下啊 给你开个后门 你马上上去登记一下 然后那就可以了 交了1560啊 它的系统上是1530 但是因为这一开始交费嘛 还得收30手续费 然后呢 人家开了个后门 约的周五 这不是前天周五 哎 到那去 也不用排队 也没什么人啊 然后呢 有一人呢 说是一大夫 哎 然后呢 碰 给扎一支 扎一支呢 发一黄本 黄本啊 前日期 前日疫苗编号 盖上章 然后呢 盖一个小更印是吧 这事儿就算了得结束了 哎呀 我觉得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还真挺感谢人家的 人家就说硬让你抢号去 你门也得抢嘛 对吧 哎 但人家一看你是外国人 对吧 中国人 你就说你着急 人家愿意给你开这后门 其实人家就真的是挺不错的 在我朋友面前表扬了一下人家 结果我朋友下来跟我说 嗨 这事儿你还不懂 挣钱的事儿 打一针一千五 对吧 你来了 你一听这个 约下着我打 你跑了 这一千五他挣不着了 那给你单开后门 多一人打一千五一批的 那还不好吗 我听也有点道理 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周四来的时候吧 我没有看见给他打针的那个人 是周五来的时候呢 打针的一个兔头大胡子在这给打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其实这个菲律宾检举 弄的这些大夫 打针的这些人 是不是也是四家医生 对吧 然后呢 只是 每周五呢 上一天班过来呢 你有预约我就过来 给你准备多少个针疫苗 我泡泡就给你打 没预约我就不来 这我就挺有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看 他们这还省一个 专门在这儿候着的一公职人员 对吧 还就不用养人了 反正呢 有活呢 我就请人 没活呢就拉倒 不过呢 有点不太合理的是什么呢 你说一检疫局 你现在在我们都把个地上 一共四五个人 你说有多少活呢 感觉上没有 反正我们去的时候呢 窗口那几个呢 都趴在那儿啊 这个窗口人冲着外边 但是脸都冲着下边 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 就是抵抵看手机视频呢 反正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给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由飞入飞 反正也挺牛逼的一个事儿 值得佩服 得了 就给大家扯到这儿吧 我们再继续扯到飞品上